年度最佳恐怖片林梅 哼别吹了纯粹杀扯淡 大家好 我是一口标准公普的解说 亮仔君 最近很多人都在吹一部泰国恐怖片林梅 说他多么的吓人多么的好看 还号称吓哭了字幕主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怎么说我也是一个 百万粉丝恐怖电影解说博主 昔日过去的 什么没听说过 那就给你一点提示吧 就是那个 把恐怖片解说得很搞笑的那个呀 心动不如心动 说干就干 我马上搜索 查找熟肉资源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吓人 为了让整个观影过程呢 更加的有气氛 我特意选择了晚上十点多 这是本人一直以来看恐怖片的习惯 必须是晚上 而且是越晚越好 在看之前呢 我特意去查了一下 相关的信息 有几个重要的关键词 第一泰国 第二伪纪录片 第三灵异 泰国公布片呢 不用我多说了 精品很多 像鬼影啊 恶魔的艺术啊 厉鬼僵硬啊等等 将吓人的艺术 玩出了一个醒高度 而当地所谓的降头术 更是令人稳之色变 以降头为题材的编子 也是夺到数不胜数 而说到伪纪录片的拍摄手法 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 二十年前的女巫布莱奥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经典 在后来的死亡录像啊 墓地邂逅啊 鬼影实录啊 都是其中的精品代表 所以玩来玩去 也不会有什么新花样了 最多就是在吓人手段这一方面 搞出点心窗一出来 至于所谓的灵媒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婆 粤语俗称 魏弥婆 客家话叫做贤婆妈 是具有某一方面 奇异能力的妇女 农村地区的小伙伴 小时候肯定听说过 或者见到过 说了这么多 这几个看点 确实很吊人胃口 这部片子呢 总时长一百三十分钟 前面讲近三十分钟 都是简单的叙事 看起来比较枯燥无聊 之后就开始 讲述女主被恶灵附身 慢慢异化 这个异化的过程呢 不算很有亮点 像身体下部疼痛啊 使劲抠牙出血啊 隔腕自杀啊 都没有太多 让人揪心恐惧的感觉 直到看完结尾 我已经知道 这两个多小时浪费了 从头到尾的情绪 没有任何弃腹波动 就像新电图的一条直线 毫无神经 唯一吓到我的 就是女主突然出现在摄像头 这个景象的效果 其实主要归功于音效 而不是画面 在她远远的看着摄像头 爬到盲区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她要干什么了 突然出现在摄像头 已经一让了吓人手段 是很多恐怖片官用的套路 虽然是老套路 但也就很受用 至于绝尾驱魔的那段 也确实没啥经验 主要就是觉得不够真实啊 像是突然脑袋一热 随便想出来的驱魔方法 那为了做这一期视频呢 我特意从头到尾全部看完 没有背书 也没有拿精度条 总体上的感受就是 不够真实 不够惊吓 完全浪费了 伪纪录片这一形式 也可能是这种类型的片子 我看的实在太多了 已经惊吓不到我了 所以我个人最多 给个六分 论影片的叙事 节奏 惊吓 创业 我甚至觉得 前两年的昆齿眼 都比这部影片好 我信你去看一下 谢谢大家